这以前马逢 这儿子让你操心 现在这闺女 让你不省心了 你说我跟他妈 带静俩人吧 一个个都是挺利索的吧 可这郭宝这孩子 这拖延症 有时候 干点事那磨磨叽叽的 你站旁边看着 你都想动手抽他 气死你了 不过你看我们家的厨艺 都瘦成啥样了 挑食挑得厉害呀 这不吃那不吃的 你是打不得骂不得 你这还真不行 我们那俩是拦不住 你知道吗 吃东西都得拽着 要不然 你放多少 他给你吃多少 你看看 孩子都这么多事 安刘老师阳总请教一下 你说这孩子 他不爱动可咋整啊 你说他就爱看书吧 这也不是个啥事 我吼他吧 我都觉得自己都 都不好意思的 但老师说得也对呀 你说这以后 这学什么书呆子可咋整啊 他老师妈妈 你在我们面前说这个 我觉得有点凡尔赛啊 我们家果妮 要能安安静静坐那儿 看二十分钟书 我就得庙里还愿去 但是刘老师啊 您说这个 在我们俩面前 也有点凡尔赛 你们家果妮果宝吧 至少烙一好身体吧 你看我们家厨艺 本来体质就差 还挑食 你知道他夸张到什么程度吗 不吃青菜 他吃青菜呢 但要霍到饺子馅里 那我不能顿顿给他包饺子吧 还不是你惯的 那你管一会儿 我管肯定比你管得好 刘老师 我在想啊 要不然给唐豆 抱一个跆拳道的班 就跟你们家果年人一样 这个吧 我觉得这么大的孩子 一定得先征求他的意见 就这半大孩子 先挨个儿哪个都比一个倔 你不征求他意见 如果他要真不喜欢 气死你他都不许 要不我送你那儿去 行了 我这俩真够了 忙得过了 要不你送我们家 他擅长揍我孩子 行行行 其实我觉得咱们四 你这样可以拉一个小群 你知道吗 这孩子都在一块儿啊 学校有点什么事 孩子出现点什么问题啊 我们可以在群里边 相互地讨论一下 哪怕从精神上支持一下 他都是一个小支柱 是吧 这个主意好 咱互相监督着点 也提醒着点 对 特别好 那咱起来 有啥群名啊 这叫改毛病群 改给他们毛病了是吧 可以 置顶 置顶就完了 对 对 对 好拉群啊 你说怎么就给他 改不过来这臭毛病呢 我觉得一定是 你的力度不够 我怎么力度不够啊 我跟你说 这帮小孩 现在可都惊着呢 他们心里可清楚了 谁对他好 谁好糊弄 我觉得你管刘伯宝 估计不行 那怎么办 找个他怕的人呀 从明天起 我来抓刘国宝的 迟到问题 我就不信 我给他改不过来 对了 你可不许插手啊 在女儿面前 你是最没有底线的 行 没问题 你来弄他啊 走着瞧吧 我一定会给他改过来的 来 我吃胡萝卜 你什么 赶紧吃 只有这个菜吗 只有这道菜 以后每天就一道菜 胡萝卜 赶紧吃 不能吃银食吗 不能 妈妈 初一 你给我回去 我来劝他 我来劝他 不是 说好我管 你老这么出来 一叫你就出来 一叫你就出来 我怎么弄我怎么管 行 行 行 我劝一下他 初一 你就吃一口胡萝卜呗 对你身体好 我不要 这胡萝卜就这么难吃嘛 比药还难吃嘛 感觉像要你命似的 那你要这样的话 妈妈也不喜欢你了 不 吃不吃 你凶他干吗 你先走 你先走 我来劝他 你先走 你先走 就是不吃 你先走 不吃酸 不吃酸 那妈妈给你包饺子 好 刘国宝 赶紧起床 刷牙洗脸十分钟 听见没有 这儿 初一啊 把这个鸡蛋吃了 好不好 妈妈 知道我不爱吃蛋黄 那咱们吃蛋清好不好 嗯 吃蛋清 来吃一口 进进去 拆我台吧你 惯了 那吃鸡蛋不吃黄 那叫吃鸡蛋吗 我就不怕他吃蛋嘛 大伯伟丽 大伯伟丽 初一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要这么吃饭的话 早饭你就别吃了 刘姐 把餐给他收了 不让他吃了 来来来 不用收 不用收 我还要吃呢 你不用理他 你去给他拿书包包 好好 那你喝一口桌呗 我不喝 那妈妈这会儿 给你带点小银食 你呢 如果觉得饿得头晕了 你才允许吃一口 不许乱吃 谢谢妈妈 六哥宝 让你吃个饭 你能不能坐直的身子 你趴在桌子上干什么呀 怎么吃饭呀 我跟你说啊 只有十分钟 赶紧吃 你妈说你妹 当没你什么事儿了 这会儿还看这平坊 这学期 李老师再请你回家长 你别上学了啊 工地搬砖 哪儿我怎么吃呢 邓国宝 我说话你听不懂吗 让你坐起来 大口大口地吃 你怎么吃个饭 比吃药还难呢 妈妈 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吃一顿饭就能说 每次都对呀 爸爸 那你快点吃嘛 现在可没人保护得了你 快吃 行了 行了 你也帮你吃了 走吧 走吧 走 那鸡蛋拿路上吃呗 别管 打鞋穿上啊 自己穿 快点 走 好 拿书包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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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比我走得还早 那你还磨叽什么呀 对 好 我赶紧走了 怎样是每天都这速度 你绝对不会迟到 知道吗 妈妈 我想和梦妹带 你刚才拿水杯的时候 怎么不说呀 忘了 你这一天不带行不行啊 会被季考勤的 会被季考勤你还能忘 那 那我今天不给你拿 会怎么办 那就会影响我们呗 平选优秀万集体的 我今天就不应该给你拿 我就让你这次知道厉害 下次你就记住了 吃时间一天天 走 哎呀 谁叫你脑碎我的 你还把伯母奶奶送都不碎 你还那么多理由 走 马子恒 你怎么又在看书啊 妈妈 我看书有什么不对吗 看书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你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多做运动 赶紧换衣服下楼 不玩完一个小时 不准回来 为什么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多做运动没听懂吗 赶紧下楼换衣服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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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不行 墨姐 玩完之后才能回来看书 知道吗 向您 上市 不是 倒机 糖糖 你干吗呢 妈妈 我看老爷爷们下棋呢 你看了一个小时 我还帮老爷爷们支撑了呢 我让你下楼做运动 你跑这儿来 看夏象棋看一小时啊 可是 象棋不是也属于体育范成吗 是啊 象棋下火了 可以拿奖了 孙子都拿大奖了 象棋 将来一定有聪明的 下得非常好呢 还有这个比赛呢 所以啊 好 好 你看说聪明的笨证 下回来那象棋 孩子 我真的是让他 给我整得没脾气了 我也服了 我让他下楼运动一小时 你知道他干吗去了 看一帮老头下棋 看了一小时 这些孩子 真的是最难养的一眼啊 我们家那成熟人物 这婷婷就是太惯孩子 我跟你说你得检讨啊 那他回头饿着肚子上课 然后又晕倒 然后老师又找我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啊 你就让他饿着 他瘦成什么样了 跟马杆似的 我也不管什么策略了 明天呢 我就给他上 强制高压政策 小薇啊 千万别冲动啊 小心物极必反 你别在这儿跟着畅反调行吗 我觉得小薇说得对 对付这帮熊孩子 就得狠点心 我决定了啊 从明天早上开始 就给国宝上点手段 你别啊 你什么发言 对 上手段 有什么招咱们都使出来 你要使什么招啊 杨淼 我警告你啊 你教育孩子归教育孩子 你要注意方式方法 是吗 慈母多败儿 这慈母多败儿啥意思吗 你就瞎用 好了 我明天就要给他上手段了 我先下了啊 拜拜 那这么着吧啊 拜拜 你们这是逼着我 对国宝也下狠手是吧 你早就应该下狠手